你找谁啊 这样的东西 你有几件 这还不是最好的 我还有三个 唐灵的三菜鱼肉 都带来了吗 我的货 可都是价值连城了 你吃得下吗 你的意思是 怀有我们公司的经济实力了 腊梅住进了牡丹大酒店后 陈老大果然和她取得了联系 现在呢 腊梅已经基本上 初步取得了陈老大的信任 挺快的嘛 陈老大给腊梅看过一件三彩马 和专家画的图相吻合 她还说 她有三线 从唐灵用来的三彩女友 不过 她又等见到真正的大老板之后 才肯做下一步交易 这个要求可不能拒绝啊 安排好人了吗 现在还没有 这个人呢 要有一定的气度 会讲广东话 而且对文物要有很高的鉴别能力 必须是个生命空 现在呢 局里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来当这个大老板 怎么样 你 不行 你看我来了之后啊 就没离开过这个唐家大院 外面的人根本不认识我呀 如果我不行的话 你们这些熟面孔 那就更不行了 不行 坚决不行 这些人心狠手辣 非常狡猾 你去太危险了 再说了 局里面还要你做阵指挥呢 哎呀老罗呀 你是知道的 我是在广东当的兵 而是当的是侦察兵 三年了 我学会了多少广东话 哎 我呀 还曾经化妆成一个毒贩子 打入过贩毒团伙 握过底 再说了老罗 文物鉴定方面 我的水平你也是知道的 这我知道 但是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哎 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嗯 哎 李队 还是从我们刑警当中找个人吧 哎呀没时间了 就这么定吧 我说你们 就让我过过这个 向上大老板的隐形吗 要不这样吧 张局 罗局 我看 现在就把陈老大抓起来 突击审讯逼他就犯 不行不行 他们明显是团伙作案 如果有一个人被抓的话 势必会打草惊蛇 这会影响到 我们对整个案子的侦破 老板 少点吧 三万 不行 四万五 哎呀 再少点 这样吧 就四万 哎 好吧 成交 需要 conveniently 嗯 好啦 好好ز 快 没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今天下午刚从香港回来 这是陈老大 请救了 张老板 张老板肯给我面子 我非常高兴 好嘞 不知道张老板 能不能看得上眼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这个妮容是老胎新幼 假三财的啦 不会吧 请张老板再仔细看看 不用了 我们张老板是从来不会看走眼的 那这次怎么看走眼了呢 唐三财是用宅家沟的高粮土烧制而成 颜色白而暗淡 这敲起来的声音应该是很沉大 你这个女友的确是唐代照的 但却是白胎俑 这唐三财分树幼和三财幼两种 树幼是白色 叫白胎 三财幼分蓝黄脊三种幼 叫三财 这个白胎俑是不积枪的啦 所以现在的赵甲子为了赚很多很多的钱 就在这个白胎上又涂上了三财幼 再经过加工处理 所以就叫老胎新幼 这三财女绒色彩古旧 不是新涂的三财 张老板 您真的看走眼了 这是在白胎上涂了三财幼后 先就过酸楚礼 然后又在老土和开手中浸泡 洗尽颜色 暗淡而古旧 这种东西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啦 张老板 真是高人啊 佩服 佩服 嗯 张老板 你再看看这个 嗯 这些拥衣黄野山彩库的正品 好东西 好东西啊 张老板 就不知道张老板的钱呢 来 这些拥衣黄野山彩库的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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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拥衣黄野山彩库的正品